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圣经里面的确有这句经文 说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事实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 当我们受到了委屈 受到了暴力的事件的时候 我们很希望或想象 我们就像是复仇者联盟里面的 的超人一样 我们想要成为钢铁侠 拥有各样武器在身上 随时都可以来回击 那个想要伤害你的人 或者是你可以像 其他的英雄一样 然后呢 你有特殊的能力 在圣经里面 有一个人就像这个样子 这个人叫做彼得 还记得当有大祭司 带着仆人 还有罗马的官兵 要捉拿耶稣的时候 彼得是唯一拿出刀来 把大祭司的耳朵 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 削掉的人 好像有些时候我们真的很想做些什么 好去回应 或者是好去抵挡 或面对 那个在向你实行暴力者 可能是在言语上 可能是在行为上 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 似乎在我们的心里面 好像会好过一点 能够直接回击它 圣经里面 它的确在旧约当中 常常看到类似的事物 好像似乎神也兴起祂的百姓 好像大卫也有很多的勇士 他们身上都有特别的力量 特别的能力 去回击那些 伤害他们 攻占他们的敌人 那圣经里面到底怎么样告诉我们 我们要怎么做呢 因为 有些时候 可能你长得很可爱 人家想要欺负你 或者是你在你的学校里面 你的工作环境里面 有些时候 如果你可能是工作的新手 在工作场合里面的老鸟 可能会想要把更多的事物 加在你的身上 对不对 在这个时候 你就很想要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但是碍于你的身份 你是一个菜鸟 你可能做不到 那么耶稣 祂要告诉我们一个更好的方法 圣经里面有一段经文这样说 耶稣对着门徒 教导门徒一句话 一段话 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 第38节到41节 我读给各位听 耶稣说呢 你们听见有话说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只是我告诉你们 不要与恶人作对 有人打你的右脸 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这是耶稣说的 但是圣经里面说的话 好像这个层次太高了一点 高到似乎没有人能够做到 有人打你左脸 你的右脸还要给他打吗 那是不是在学校里面 如果有人欺负你 或者是有小流氓跟你要钱 跟你要一百块 你还要给他两百块 是这个意思吗 照着字面 耶稣好像就这个意思 人家打你一边 你另外一边也要给他打 然后后面还说 如果有人想要告你 拿你的礼衣 连外衣也由他拿去 然后呢 某些程度上我认为 如果有人逼你走一礼 你陪他走两礼 那另外那多出来的一礼 你就不是被逼的 是自愿的 但经文的解释 到底怎么说呢 难道圣经里面总是告诉我们 以德报怨吗 有人这么说 有人说呢 耶稣这么做是不对的 为什么不对 因为我们这个华人的制圣先师 孔子曾经说 他说不是以德报怨 因为他的子弟 子路问他说 如果一个很有涵养 很有学士的一个人 一个君子 是否应该要以德报怨呢 孔子这样回答 孔子回答说 如果以德报怨 那何以报德呢 所以孔子的回答是 以直报怨 以德报德 那么跟耶稣讲的 好像不太一样 耶稣说的是 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 连左脸都给他打 我们来想想看 耶稣在说些什么 意思是当有人打你的时候 很正常的反应 第一个是挡住他 第二个是回击他 起满意要躲 但是耶稣却说呢 如果你被打了 另外一边 你让他打 事实上 耶稣在告诉我们每一位 我们很不一样 那个不一样 不是因为 我们的身份地位 或我们的能力才干 耶稣说我们不一样 是因为我们是 他的选民 我们是被他所呼召的 我们是被他用 他的保鞋 所救赎回来的一群人 所以耶稣要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思维 不是跟着这个世界的逻辑 不是这个社会叫你说 你要抵抗暴力 或者是要回击暴力 或者是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别人怎么带你 你就怎么带他 这个世界的逻辑是这样没有错 这个世界也是这样教导我们 但耶稣说 我们是被买赎回来的一群人 我们拥有了一个更高的道德 那个道德不是世界上的道德 乃是耶稣在真理当中所教导我们 这一段话常常被人家误会 误会成好像基督徒就应该做一个 好像回避者 或者是一个暴力的受害者 但是事实上耶稣要告诉我们说 只有神的救恩 只有耶稣的恩典 才能够改变 也才能够抚平暴力 所带来的影响 神要告诉你说 不是好像你出去外面 人家欺负你就由他欺负 No 耶稣并不是这么说 耶稣乃是告诉你说 告诉我们每一个人 他说呢 当我们面对到暴力的事件 我们要想的第一件事是 神怎么样去思考这件事 我们刚刚说 神把我们用保险买赎回来 目的不是要让我们受伤害 我再说一次 目的不是要我们受伤害 不管在任何的环境当中 反而因着祂的保险 耶稣要保护我们 所以当耶稣在讲这段话的时候 如果照着字面解释 那的确是很耐人寻味 没有办法得知的 人也没有办法做到 但耶稣事实上 祂给出了一个 人做不到的标准 意思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没有办法 靠着自己的能力 能够胜过所有的暴力事件 因为只要有人的存在 在这个世界上有不公义的事 可能暴力事件就会层出不穷 但神却告诉我们说 如果我们面对了暴力的事件 听闻或亲生记忆 或你有甚至你认识的人 他正在经历暴力的事件 可能是家庭的暴力 可能是学校 在学校当中被别人霸凌 或者是言语的伤害 神要告诉你 不是去做一个 不是让你自己成为 那个保护的角色 我们不是复仇者联盟里面的角色 我们没有一个 我们没有像钢铁人一样的 这个雷射光 随时能够发射 我们不能 神要告诉我们说 不是我们自己成为那个保护者 而是让耶稣基督 他自己成为那个最好的保护者 所以如果是你自己经历 那么你可以这么做 宣告耶稣基督 你是我的保护 你是我的依靠 如果是你认识的人 你的亲人或你的朋友 你的同事 你可以这么做 告诉他耶稣爱他 告诉他 若他愿意让耶稣的保险 也遮盖他 成为他最美好的保护 所以当耶稣这么说 他说 若有人打你的右脸 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有人想要告你 要拿你的礼仪 连外衣也由他拿去 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 你就同他走两里 这里告诉我们说 那多出来的 是耶稣基督 要帮助你 要赐给你的力量 而不是你去做这些事 耶稣讲的不在事情的本身 而是要告诉你 你总有从耶稣而来 能够得着更超越的力量 来面对暴力的事件 只要记住一件事 记住耶稣他 从来不希望他的儿女 他的神的儿女们 受到任何的伤害 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若有人要伤害这店 神必要伤害这个人 所以神是无时无刻保护你的 那么呢 不是要告诉我们说 不用防备恶人的暴行 或者是成为暴力的受害者 耶稣要告诉我们说 当我们面对的时候 要记得 相信暴力不能伤害你 相信暴力的事件 不能够影响你心里面的喜乐 和平安 所以当我们在面对暴力的事件 或当你经历 或知道有任何你的亲友 在受暴力的伤害的时候 帮助他 让他能够明白 耶稣基督能够抚平 一些的伤害 不管是在外在 内在 或者是在各样的环境当中 的暴力状况 耶稣是最好的安慰者 同样的 耶稣透过你 也成为那个最美好 福音的传递者 所以当我们在工作的场合 在校园里面 在家庭里面 要面对暴力的事件的时候 宣告耶稣基督 祂要拯救你 不只是在你相信的那一刻 而是在每一次 当你要面对暴力的事件的时候 耶稣都会是你最好的拯救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朋友们 神要告诉你说 虽然暴力会层出不穷 但耶稣基督 祂从过去 现在 一直到未来 永远不会改变 祂的保护 永远是最完美 最真实的 祂的保护 从过去到现在 到未来 祂也要告诉你 无论是内在或外在 耶稣基督 祂都要提供你 最完美的保护 只要抬头仰望耶稣基督 祂的笑脸 总是面对你 用笑脸来帮助你 阿们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可以参考荧幕上的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